對主的非復裡面 讓我們真的要在主的非復裡面 我們真的是需要說花一些時間 真的去主的話語 因為我們真的要從主的話語裡面 才能夠真正讓我們可以真正的讓主來變化 我們來更新我們 讓我們真正的讓主的話語來構成 我們真正的我們 我們的非復的生活 在教會裡面的非復的生活 因為只有在主的話語裡面 我們才能夠真正的去瞭解這些主的非復的生活 有真理 有真正的才能夠真正的讓基督 能夠 因為我們是要說基督是神的化身 那照會是基督的當選 然後我們是照會裡面生幾名的自己 那我們就是要在照會裡面 來真正的來得出變化 讓基督可以藉著那裡來 真正的進到你的生命裡面 所以我們真的需要花很多的時間 來去讀主的話語 這樣我們才能夠真正的對真理變化 對真理構成 阿妹 謝謝總